很多人都私信我说 杨哥你发一个咱们车跑起来的视频 然后跟摩托车对比一下 看看具体差多少 我一直也不喜欢在我的作品里发竞技视频 发这个比赛视频 就是不想向年轻人们传播这个飙车的思想 然后呢 由于粉丝们这个最近私信我对这个要求特别多 我决定满足大家一次 然后今天这个测试视频呢 完全是出于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希望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也不要恶意的去转发这次的视频 然后我为了安全起见 找了一条我们锦州刚刚修好的直线大道 是没有路口的 然后这条大道还没有通车 然后我准备带着我两个小伙伴在这做一次油店 比试的车市 大家看我身后啊 这条道是锦州新修的一条冰河路 一条大直线没有路口 还没有通车 非常的安全 这是今天要参加测试的三台车 两台十万级别的近转三代目 一台CBR650R 这个中间的摩托车是我自己骑着玩的 然后我的代步电门还没有造好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出来玩都是其他 然后呢 简单介绍一下这三台车 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 前两个多品力 相信大家对这个十万级别的这个车 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啊 由于是刚落地的 所以整车非常的干净漂亮 零百的成绩是在三秒以内 然后我这台CBR650R 我解锁了一汽油 换了钛版的一汽油和大流量的进气 从原厂的75匹马力提升到了95匹 领百的成绩是3.7秒左右 当然这个3.7秒是专业车手测试出的数据啊 咱可能达不到 然后这台车是持续升级 花了十万元的近转三代目 也是智捷FFR定制款的 支持双叠版本 因为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菜鸟不是双叠 是没有人瞧不起你的 必须都是双叠 然后这台车也是持续升级 花了十万元 而那台车是一步到位花了十万元 所以两台车在配置上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车主换了五六个电极 换了三租锂电 控制器换了五六个 所以它是持续升级花了十万元 下面呢我们要稍等一下 在这条路上完全没有人的情况下 进行这场测试 我们在阳间上刚刚儿热写了 我们在阳间下车除了五十万元 我们在阳间里面 我们在阳间里面 卖写人吃了十万元 就这样 这条路上突然说 我们在阳间里面 它们一直在做五十万元 也要不断抖麻将 都不断抖麻将 哎哟这贝奈利味真行啊 走一走 你我操 好了 三 二 一 三 一 七 这个是我们锦州的第一战术啊 我们经常拿它开玩笑 因为我的段子里说过嘛 菜鸟不主这个战术这种车 然后呢 他这个车主就非常喜欢战术 于是呢 咱们连云港这个装战术比较出名 这个车主就在连云港买的这个车架 然后到锦州 我帮他装了一个双别 然后 就是诞生了锦州这台 连云港风格的第一战术 因为这些车的电机是 一万二的速度版 所以它的起步并不快 而这个车的尾速是非常高的啊 这车尾速能达到两百以上 为了安全起见 我并没有跟他们测尾速 因为这尾速太快了啊 然后就比了一个起步 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成绩啊 然后因为它后边是150的轮胎 所以起步上面是并没有优势的 一般像在我们锦州这种级别的车 就是骑逼格啊 没有人骑多快啊 然后像这种十万金站呢 它配置虽然很高 但是谁天天上道就骑200啊 对不对 我们呢 宗旨是 我可以不快骑 但是我想快的时候 它必须得有快的能力 这几个车全都是这样 然后呢 也全是双叠的 我们不玩单叠 除非说差点经济 基本上都是双叠的车 我自己这个 我就不多介绍了 端子里都有 可能会有人说 我这个排量不够 干不过他们很正常 你要是觉得你行 锦州这条路随时欢迎你来挑战 然后呢 你要是还觉得不服 你可以上车牙排行榜上 看一看电膜的零摆成绩 最佳的零摆成绩是2.1秒 你要是觉得你那个油车 可以达到这个数据的话 那你去刷一个车牙 再来比 前段的话 肯定是干不过电的 电的前段0-200米 0-400米都有很大的优势 尾速的话 电的就是短板了 然后里程也是它的一个短板 最后奉劝各位 年轻人一句 玩车 测试 一定要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玩 然后 不要危害公共安全 一定要戴头盔手套 这个护具一定要戴 因为大家买的车都是 属于赛车级别的 谁也不累平平常常的 起一辈子 肯定会有比赛的时候 或者说跟进竞技的时候 只要记住 杨哥告诉你们这几点 安全第一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车是很安全完美的结束 很坏的 国定说 石脑 小心 세� march 有点 您 小心 好 好 好 有点 感谢观看